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岛忠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临修的时间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 保罗说 你们勿要警醒 在真道上站立着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不要逃避付出 只求与能力相等的工作 而要迎向挑战 有信心 求与工作相等的能力 求主用他的大能拖住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赐下信心和胆量 就我们在真道上 能站立地稳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不要嫉妒罪人 我们思想 不要嫉妒罪人 这个题目 索瓦读的经文在旧约真言 第23章9到26节 真言23章9到26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美在主耶税 美在主耶稣 宇宙我无主宰 真是感愿 将是为人 我心所尽量 我灵所尊重 使我荣耀 观念欢喜 美在方朝地 我无根美丽 他们披上灿灿灿灿灿灿灿 耶稣更美丽 耶稣更神剑 能是从心欢唱不易 我灿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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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真言二十三章九到二十六节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 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 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 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 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 你要留心顶受训惠 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 不可不管叫孩童 你用杖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 你要用杖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 免下阴间 我儿 你心若存智慧 我的心也甚欢喜 你的嘴若说正直话 我的心肠也必快乐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我儿 你当听 当存智慧 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好饮酒的 好吃肉的 不要与他们来往 因为好酒贪食的 必至贫穷 好睡觉的 必穿破烂衣服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你当买真理 就是智慧 训惠和聪明 也都不可卖 一人的父亲 必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 必因他欢喜 你要是父母欢喜 是生你的快乐 我儿 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 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真言23章9到26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17跟18两节 真言23章17到18节 经文说道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真言23章17到18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真言23章17到18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你心中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真言23章17到18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不要嫉妒罪人 互相比较耗损我们的专注力 并偷走我们的灵魂 当我们看到别人拥有的 和他们成就的事情 就很容易产生 与别人较量的心 如果我们得到的比别人多 做的比别人多 就以为自己很伟大 但若是比不上别人 我们又觉得很沮丧 或者我们就一心想要超越它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已经失去了正确的焦点 毕竟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 他就是唯一值得 我们付出爱慕跟忠诚的那一位 当我们把自己跟别人比较时 很快地心里就会充满骄傲 或者嫉妒 我们对嫉妒的热情 也会很快地消弭于无形 但所罗门告诉我们 热情是种选择 不要嫉妒罪人 嫉妒并非平白无故发生 那是因为我们选择去看 选择去比较和渴望得到 比我们现在有的更多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比现在更好 为了要对神怀抱热情 我们必须重视神的旨意 这比能否超越其他人更加重要 我们要更关心人们的灵魂 包括我们自己的 比关心车子衣服假期更多 我们的心若了解认识基督的奇妙 威严与奥秘 并决心追随他时 我们就会明白 没有什么能与他比较 然而 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要选择把焦点放在他身上 绝非易事 不过 焦点 是习惯的产物 我们能培养起一种习惯 就是让我们的头脑跟心灵 其许神的丰盛 而非与这个世界的负责较量 我是秦来颂扬节目主持人 许晶宁 每一天属灵生命的喂养 就从聆听旷野玛纳开始 邀请您每天收听 由孙大中主持的旷野玛纳 让我们灵魂新盛 心思明亮 今天我们思想 不要嫉妒罪人 这个题目 人生是蒙神保护引导的一次历程 是体验神的美善的过程 人活着 是要荣耀神 并且享受他 以他为乐 可是我们喜欢跟人 比较 希望控制别人 希望高人一等 期待获得权力 而不是像耶稣那样 虚极服侍众人 我们跟别人互相比较 心态是什么 是因为骄傲吗 还是缺乏安全感 神不会问我们 手中拥有多少权力 地位比别人高出多少 情况比别人好多少 他只问我们是否尽心尽信 尽意尽力爱他 有没有按他的旨意服侍我们这一生的人 是不是照着基督的律法用爱心在做每一件事 还是依然被自我捆绑 以自我为中心 每天 我们可曾真诚助人 林修短文的作者提到 衡量一个人的成功 不是他做了什么 能跟别人比较的事情 而在于他是否 以神赐给他的能力 做他该做的事 无需跟人比较 因此 也就不用嫉妒 扫罗嫉妒大魏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耶和华不是他的神 他就只能寄望于民意 一招大权在手 就绝对不肯放 神赐福给大魏 让大魏表现 优于扫罗 各方面都比他更好 扫罗就不能接受 他见大魏做事精明 就甚怕他 听见妇女舞蹈畅和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魏杀死万万 就担心 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 就下定决心 非要大魏的命才行 极度就夺走了 扫罗的喜乐 神已经给他那么多了 那些都是他原本不应得的 但是扫罗的心 却不能满足 神有无限的资源 若他是你的神 他还能给你更多 但他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为何跟人比较 嫉妒人呢 人一有私心 就不能做好领袖 扫罗一感到 在众人面前 不被接纳 大家开始喜欢大魏了 就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骄傲 他追求的不是 跟神的交通契合 像大魏那样 常把耶和华 摆在他面前 他吃的王善 就不是滋味 当他极度的时候 他的心已经失去自由 随着极度来的就是 无理的烈怒 一次又一次 扫罗经常发脾气 连约纳丹都受不了 大魏越成功 他就越不开心 弗洛伊德曾说 一个牙痛的男人 是不会堕入情网的 什么意思 一个牙痛的男人 他牙齿痛得不得了 他只专注于自己牙痛 他的痛苦 无法去注意其他任何事物 非得把那个牙治好 或者把它拔掉才行 从扫罗怒视大魏那天起 他的余生 就都在致力于追杀大魏 寻索大魏 不惜动摇国本 他明明晓得这违背理性 也知道自己这么做是错的 是行恶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不满意身这样安排 而不是检讨自己的作为 扫罗不是给众人安全感 而是盼望王位 众人对他的肯定 拥戴 给他带来安全感 渐渐的 他身边的人 跟他说的都是好话 奉承话 而不是真话 真言二十九章十到十二节 所罗门说 好留人写的 恨恶完全人 索取政治人的性命 愚望人怒气全发 智慧人忍气寒怒 君王若听谎言 他一切臣仆都是兼恶 从扫罗身上 可以很清楚看出这一点 反观大魏就不会极度罪人 大魏能够忍气寒怒 能够等候神 他把恶人一时得逞 恶人看似发达的事情 交托在身手中 所罗门说 耶和华所造的 各式其用 就是恶人 以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所罗门说 你心中不要极度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不要多想恶人一时得意的表象 而要多想他们的结局 心里不要急躁恼怒 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而要存心忍耐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 要知道 世人所认为的福 不一定是真福 世人认定的祸 也不一定是真祸 诗篇三十七篇十到十一节 大卫说 还有骗食 恶人要贵于无有 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 也要贵于无有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张博斯说 安心靠主 是完全不障碍外在的环境 只在乎你跟神的关系 神不是没有知识 他乃是有更高的旨意 他这样安排 这样许可 自有他的主张 我们只管默然倚靠他 耐心等候他 让主自己采取主动 不要因为行恶的心怀不平 大卫说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大卫不嫉妒 因为晓得一切都是神恩典的作为 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千方百计 要我们现在嫉妒恼怒的试探里 失去圣徒的见证 所以千万要谨慎自首 要向那行不义地生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咬枯干 快了 神有他的报应 有他的时间 他是公寓的审判者 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 他说恶人并没有平安 神没有改变 他不是喜悦恶事的神 我们要在他面前 等候信靠 不要无知小心 诗篇三十六篇五到六节 大部有说 耶和华 你的慈爱上极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穷仓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 你的判断如同深渊 耶和华 人名牲畜 你都救护 神的公义好像大山 他的公正如同深渊 他是公正的神 绝对不会错 公义和公平 正是他宝座的根基 那为什么恶人享福 好像大有势力呢 因为神依然向他们展现 他丰富的恩慈 宽容和忍耐 神允许恶人继续犯罪 而且兴盛 为了让他们无可推诿 神不是没给过他们机会 是给过的 启示录二章二十一节 主说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神的恩慈是要令人悔改 那中不悔改会怎么样呢 十篇第七篇十二节 大卫说 若有人不回头 他的刀必磨快 功必尚嫌 预备妥当了 十六节十七节 大卫又说 他就是恶人 他的毒害 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 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 称写他 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神是绝对公义的 他不及时审判人的罪恶 不过是对人宽容 所以不要只看一时 要看长远 神允许我们看见 好像恶人得势 也借此试验我们 是否相信他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依然同管人万有 神许和恶人一时猖獗 又或者是为了圣徒磨难日子 英国青校图神学家汤姆华生说 公义可能像一只熟睡的狮子 但之中这狮子要醒过来 向罪人怒吼 想象神越延缓他的击打 那最后一击将越沉重 只要永恒存在 神就足够的时间 跟他的仇敌算账 大卫说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一切的世人 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楼敞开的 大卫说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一人背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逃犯 又说 一个一人所有的虽少 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因为恶人的绑壁 必被折断 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 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 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义人都有苦难 但神保守他 恶人心里存着侥幸 他们心里恶念泛滥 以为神不知道 神不追究 诗篇73篇第七节 世人说 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 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诗篇94篇6到7节 世人又说 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 又杀害孤儿 他们说 耶和华必不看见 雅各的神必不思念 这是恶人昏昧的心 但神没有任凭我们 呼求而不答应 他们又看着饥饿不管 他必要起来捡住恶人 恶人得失不过是战士的 他们不过是走在滑地上 是心里恐慌的在过日子 虽然一时得逞 且不会长久 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虽然在艺人的会中 也是如此 大卫说 作恶的必被减除 还有骗食 恶人要过于无有 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 也要过于无有 神击打拿巴 让扫罗羞辱地死在战场 冠冕都给人拿走 神的时间到了 这切就都要成就 美国诗人艾德温·马克汉说 如果神不让仇敌先得势 就不能给我们一个 更大更可夸的得胜 神在铺排这个剧情 剧本在他手中 哈曼以为可以利用 亚哈塞罗王来消灭犹大人 以为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神任凭哈曼在错误中 继续骄傲自大 甚至立个五丈高的墨架 要把莫迪改挂在上边 眼看哈曼站进上风 诡计就要得逞 但神一介入 局面立刻改观 最后是哈曼自己 在亚哈塞罗王的圣炉中 被挂在自己立的墨架上 哈曼才明白 他是人手中 欲被遭毁灭的器皿 所以当事情还不明朗的时候 我们要靠主刚强 信赖神的时间和方法 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交予 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耶稣甜美芬芳 耶稣这明天没芬芳 为我痛哭心灵 我心欢乐 我口歌唱 这个宝贵的名 每一家人都不停 梅在妙在身底 孩子做宝贵救助 为我强盛 为我受死 留血将我救赎 耶稣 耶稣乃是生命 良光 乃是真理道路 尽在我心 做主做王将 我应到安抚 梅在妙在身底 孩子做宝贵救助 为我奖身 为我受死 留血将我救赎 我在容在耶稣 我主永世 我的荣耀 荣耀之名 乃是耶稣 我要永远成道 梅在妙在身底 梅在身底 爱自作 我宝贵救助 为我奖身 为我受死 留血将我救赎 耶稣 耶稣这明天 没芬芳 为我痛苦心灵 我心欢乐 我口歌唱 这个宝贵的名 梅在妙在身底 爱自作 我宝贵救助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灵里的不满 不是因为跟人比较 而是因为饥渴慕易 不是极度罪人 让我们热情永远在你身上 我们爱慕你 我们深远向你 主啊 求你加增我们信心 说我们不嫉妒罪人 当我们看到恶人得失的时候 我们会问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 义人为何受苦 你曾告诉耶利米 还会更苦要预备心 并且指示他 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 尚且觉得累 怎能与马赛跑呢 当情况会更加恶劣的时候 帮助我们有信心 仍旧倚靠你 耐心等候你 因为你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你需和恶人所做的 为你的国度效力 你能扭转一切 你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都被考察 我们感谢你 你是独一全知的神 愿主继续用圣言引导我们 用你的爱兼顾我们 使我们灵命尽到 更完美的地步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骑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四隐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岸 你长彼岸为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为我摆设 演戏 虽然心过四隐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你敢不怕走行 我摆设 我更勇敢 是法子 出色的 帮助 有家人 得不乎 我太母亲 所以 感谢观看